就美国来说联准会的考验越来越大 周四最新的报告显示 美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1.6% 远远低于预期的2.2% 也是创下两年来最慢的增速 联准还有一份比较重视的通膨指标报告 看出核心PCE物价指数不降反升3.7% 超出预期 创下去年第二季以来新高 经济成长是放缓 通膨却这么顽强 拖累了周四美股收黑 而今年经济还有没有可能软着陆 从分析师到美国财长叶伦都认为 目前的美国经济情况仍算稳健 自疫情过后就持续火热的美国经济出现大幅降温 美国商务部公布 全美今年第一季GDP只增加1.6% 远低于预期的2.2% 更创下两年来最慢的成长速度 不过以历史水准来看 依旧稳健 平稳的证据包括 失业率依旧保持在4%以下 全美民众的消费力道也还是很强 上星期 国际货币基金IMF还把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上修到2.7% 不但高于前一次的预测更超越其他先进经济体 好比如欧洲多国今年的成长率估值连1%都不到 但与此同时被视为通膨指标 美国第一季核心PCE物价指数不降反升3.7% 不但超出预期 创下去年第二季以来新高 更和美种会坚守的2%通口目标相差甚远 尽管当中大部分的物价上涨都是由火热的房屋市场所贡献 但叶伦认为房价已经触底 然而成长降温通风反弹 又再次动摇市场对联整会9月启动降息的可能性 加上脸书母公司Meta 财测不如预期 引发科技股一片卖压 拖累周四美股全面下挫 索性当天盘后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微软接力公布强劲财报 渴望让隔天的美股拨云见日 联主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但正在打选战的美国总统拜登 拼经济不喊停 继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电子后 美国政府力推的晶片法案补助继续开奖 周四拜登现身纽约州选程 宣布将对记忆体大厂美光提供 61亿4千万美元的补助金 协助他们在爱达河州和纽约州 各新建一座晶圆厂 预计会在2026和2028年启用 当局一面加强战斗力 立面也要把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给移除 让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这星期宣布 要终结禁业禁止条款 内容主要是限制员工离职后 不得到竞争对手的公司上班 又或者是资历门户 如今FTC认为 这份合约会限制竞争力 造成低薪扼杀创新 并破坏公平竞争 FTC表示 移除这份条款后 将使得美国劳工的年收入 平均增加524美元 根据估计 目前各行各业 有约3000多万名美国人 都受到这份条款束缚 但这项变动并不包括 年收入在15万1000美元以上的 高阶主管 且还不会那么快生效 因为美国商会认为不合法 将破坏企业维持竞争力的能力 已经扬言要对FTC提告 TVBS宣众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